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铃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根据Daniel收集到的数据,全球将近300多场展会因为此次疫情延期获取消,另外一个更不利的消息就是,由于国外疫情扩散严重,至今未看到拐点,那些延期的展会不排除有继续延期的可能性,这对于靠展会获取订单的外贸企业来说,简直是沉重的打击。 也就在2月初,我就收到许多关于线上渠道如何开拓的咨询,大部分都是外贸企业,那外贸企业除了展会,还能通过什么渠道拓展客户呢? 一,企业独立站,很多外贸企业都没重视自己的企业站,实际上只要你能把独立站的SEO以及ADS好,你的订单是完全可以通过线上来获取的,只是大部分企业之前通过展会就能够带来订单, 所以从来没有研究过这块的渠道。 二,社交媒体引流独立站,除了SEO和ADS的引流手段之外,我们还可以通过LinkedIn,Facebook上注册账号来进行引流,通过发布相关产品信息吸引潜在用户,许多公司的业务员,再跟单之余也会注册一个LinkedIn或者Facebook账号去加人,以及发布相关的企业和产品信息,还是能收到一些客户的询盘。 但相比于第一种通过SEO和ADS引流的方法来说,效果相对差一点。 三,视频引流目前YouTube被许多外贸企业所重视,我的其中一个客户就通过拍摄工厂的视频发到YouTube,结果一个视频有几十万个观看量。 当时我已经呆了,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个枯燥的工业服务行业,发布的视频应该没人会去看,结果打脸了。 现在他的视频在YouTube上平均观看量都过万,也通过视频带来了不少循环。 四,直播引流这个是目前流行的一种引流模式,其实并非to see才能直播。 通过to be,带大家看工厂的生产环节,产品的工业等也是能吸引不少流量的。 而且疫情期间大多数人都在家,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自己公司服务的时候。 现在有不少人在Facebook或者YouTube上做直播,如果你的业务现在停滞了,不妨做做直播宣传下自己的产品和服务。 这个是教你如何在YouTube上做直播的教程HTTPS,3w.youtube.comwatch, v等于ye6cdur,这个是教你如何在Facebook上做直播的教程HTTPS,3w.youtube.comwatch, v等于ye6cdur,这个是教你如何在Facebook上做直播的教程HTTPS,3w.youtube.comwatch, 等于Igene2EC目前整个外贸行业的订单量都在下滑 这个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但这段时间也是给到我们静下心来思考企业的发展方向 产品的迭代以及业务发展策略调整 疫情终将过去 相信一切都会变好 See you down